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施受虐的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又是如何影响到你的潜意识模式 造成你会有受虐或者施虐倾向的 首先你与NPD的这段感情呢,就是一段虐恋 那么既然是虐恋,就有施虐者和受虐者 有的时候呢,你是那个施虐者 对方是个受虐者 而有的时候呢,你们的角色会互换 但是总体来说,NPD还是主要施虐者 在虐恋里呢,你们都防御了自己的焦虑情绪 甚至是恐惧情绪 关系中的受虐狂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它是源于心理内部冲突的行为,从而故意受罪 这种让自己受罪的意图呢,可以是有意识的行为 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行为 也就是潜意识的行为模式 我们先看有意识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例如一个有酗酒问题的人 明明知道继续喝酒会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是偏偏会继续让自己酗酒 这本身就是一个冲突 那这个冲突源于什么呢? 有可能是这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 自己无力去扭转这个局面 又不愿意去面对自己懦弱又无助的一面 因而有了内心冲突 而不能接纳自己的懦弱和无力的一面 也认为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面才造成了如今的生活困境 因而认为自己不值得好好的活着 去逃避面对现实 从而让自己继续以酗酒的行为让自己承受惩罚 这个就是故意受罪 而这些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 因为内心有佩疚感 在需求的过程中 也可以制造与其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不可能性 从而让自己更加孤立自己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因为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因此这是一个故意让自己受虐的恶性循环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 潜意识模式的受虐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一个人还在上幼儿园 父亲呢总要求他去做不符合自己年龄段该做的事情 比如读不符合他这个年龄段该去读的书 什么给他看什么三字经啊历史等等 势必这个孩子呢会觉得枯燥无畏 但是如果去看他自己想看的书呢 比如那种插画啊 父亲又会觉得他没有出息 只知道看画画的书 因而对他打骂 让他觉得自己的需求呢是不重要的 而且是不被允许的 这会让他呢对父亲呢保有一种恐惧心理 因为自己的父亲会因为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惩罚了自己 虐待自己 那么这个孩子内心的恐惧感呢 我想你们大家都能明白 所以这个孩子慢慢的呢就变得特别的好动 他长大了一些以后呢 就要故意和父亲对着干啊你愿意让我做什么我就偏不做所以呢造成他不喜欢读书 那这个孩子成年呢他更是会对那些不重视自己的感受 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的愤怒情绪 从而呢又要去对着干 在网上呢很不合身 斗嘴啊 学习学不下去啊 明明知道自己必须要学习要专注就是专注不了啊 那老师告诉他说你如果再不好好念书你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毕业了 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就起了冲突 一方面呢是想学 可是呢一方面又学不进去 不仅学不进去 还要求老师和自己呢辩论 解释的理由就是 我自己以前都是要和自己辩论 才可以把那个旧有的思想去剔除了 这样的话呢 我才可以去接受你新的这个知识和认知 所以你现在也要和我辩论 你赢了呢我就听你说的知识 否则我不会改 但是他知道这个老师啊 并不喜欢和别人辩论对不对 我不知道老师一般不会去跟你辩论的 那为什么他又要调起这个辩论呢 就是因为他的潜意识呢 希望老师配合他演这个内心的小剧本 就是我不想学习 也不想改变 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拒绝改变和成长 然后我故意挑起你不愿意做的事 这样你就会对我愤怒 然后你就会惩罚我 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想改变 就不要来上课了 然后我就又一次遭受了被所信赖的人的伤害的局面 和父亲之前对我的方式一样的 然后呢 进一步验证了 我相信的人就是会惩罚我和伤害我的 更是会抛弃我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潜意识模式驱动下 在面对自己改变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时呢 故意引起对方对自己惩罚 也可以叫施虐 从而控制了什么时候 自己可以遭受亲近的人对自己施虐的局面 而让自己回避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惩罚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他从一个被动 接受被虐的状态 变成了一个主动挑起被虐的状态 这种模式呢 也非常具有自我毁灭性 阻碍自己成长 从而继续让自己呢 处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 这种潜意识模式呢 在被NPD家暴的人群中呢 也是可见的 为什么被家暴的人不逃离施暴者呢 就是因为如果他逃跑 就要面对可能自己在逃跑过程中 得不到陌生的帮助 从而被家暴者再抓回来 导致家暴者呢 因自己逃跑进一步伤害自己的可能性 这样的不确定感呢 太令人焦虑和恐惧了 所以被家暴的人呢 会宁可选择不离开家暴者 虽然自己也会被家暴 但是起码不用面对 不确定什么时候被家暴的恐惧感了 甚至因为自己知道什么行为方式 会引起对方家暴自己 从而有了掌控感和安全感 NPD作为施暴者呢 也会让自己呢受虐 比如在亲密关系上 你作为对方的伴侣 你穿着性感的睡衣吧 然后想和对方亲密 但是NPD这个时候呢 反而会说 你怎么这么低级下流 这么低俗的衣服你都穿 然后来侮辱你 那你作为伴侣呢 肯定会觉得不被尊重 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 从而跑到另一个房间 和对方保持距离 那么NPD呢 其实在对你施用言语虐待的同时呢 破坏了自己与你的自我 相融合的焦虑的同时呢 也让自己受到了惩罚 即你会拒绝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的行为 所以适当的授虐癖的几个常见的心理原因呢 就包括第一 从被动授虐到主动授虐 第二呢 就是主动挑起惩罚 第三呢 就是逆恐 讲的是你知道NPD是个危险的人 但是你依然选择去交往 因为你想证明 你并不害怕对方 第四呢 就是引诱攻击者 比如学生引诱老师 惩罚自己的行为就是 那第五呢 就是创造或者破坏自体与客体融合焦虑 第六呢 就是把施虐狂呢 看作关爱母亲的一个幻想 这个可能你和NPD都有 以上呢 就是几个主要的 施受虐动态关系模式的一个成因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表意识 或者潜意识里有受虐倾向 那么你就很难和施虐者分开 因为在与对方互虐遭受痛苦的过程中呢 你才能体会到对方对你的在乎与爱 可是这真的不是爱 爱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爱也不是痛苦的 你需要的呢 是好好疗愈自己的创伤 把这个潜意识模式呢 改写 在一段健康稳定的关系中呢 重新感受到爱 这也是为什么受虐的你呢 需要心理咨询师 我不是打广告啊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一段稳定的 可信赖的关系中呢 去体验真正的被看见 被接纳 被爱 在安全的环境下呢 去改写潜意识 欢迎您考虑加入我5月8号的疗愈课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呢 欢迎一键三连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下期见 拜拜